好,我们来看一下10.17的练习了 所以这题4-3分之x等于10 然后呢,我们去掉这个分母3 我们就每一项乘 像你看,真红这一步呢,错在哪里呢 他只是乘中间 不公平,公平吗?不公平啊 你不可以说我只是乘某一项 是对你来讲很方便 但是呢,你整个来 你这样子的做法是错的 为什么?你把整个等式是什么意思? 等式是一个天平 你左边乘三,右边乘三 你的天平没有变 但是你跟我讲说某一项乘三 其他的没有乘了 这个就是公平了 你整个的天平就会失衡了 所以还就是错了 对不对? 所以呢,那个做法你要注意了 我们要乘了 要每一项都乘 要嘛你就每一项乘 其实正确来讲应该是左边乘三 右边乘三 然后呢,三乘进去 才会得到三乘四 减三乘三分之X 等于十乘三 所以这样子的话呢 就会得到十二减X 等于三十 左右两边减十二 得到负X等于十八 你还是要把那个负人拉过去 你可以讲说是做除法 然后除以负一 除以负一 X最后会得到负十八 也可以讲说这个负X一项过去得到正X 十八一项过来变成负十八也行 所以这个是看大家的思路是怎样 左右两边除以负一呢 也是OK的 OK 再来看第二题 因为有四 我们每一项乘以四 这一项乘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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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减得到M 64得到24 4乘M得到4M 左右两边我建议是减M 左右两边减M 你的M减M得到剩下24 这个4M减M得到3M 两边除以3就会得到24 除以3得到8 M就会等于8 怎样呢 OK 所以大概是这样了 然后呢 再来看这一题 要去掉四 左右两边乘以四 四乘进去4X减20 四月掉剩下3X 左右两边减3X 左右两边加20 最后得到X减20 第四题呢 每一项乘以2 二乘进去2 然后二月掉得到7Z 二乘进去2Z加12 左右两边减12 减2Z CZ减2Z得到5Z 好 2Z减2Z去掉剩下12 左右两边再减2 减2减2 这个去掉 我基本上我会用签比率 12减2得到10 两边除以5 Z得到2 正确很好 这个分5有5 所以每一项乘以5 5525 这个5月掉得到3Z 5乘进去515 5K 左右两边减25 我会左右两边加3K 我会左右两边加3K 左右两边再减5 但anyway我还是跟回你们的做法 反正其实到最后也是可以的 25减25去掉 5减25得到负20 左右两边减5K 减5K减5K去掉 减3K减5K得到减8K 两边再除以负8 OK 就会得到K是等于10 越减得到四分之十 再越减得到二分之五 所以当然你也可以一步就直接越减4 就可以了 第六题 731 所以左右两边乘以21 21乘进去呢 剩下7X 21跟这个7越减得到3 3乘2X得到6X 21乘4得到84 7X减6X得到X 所以X减84 这题比较简单 比较简单 X减84 OK 再来看第七题啦 第七题 326 所以左右两边乘以6 6跟2越减得到3 3X 6跟3越减得到2 所以得到2X 6补30 3X下2X得到5X 左右两边除以5 得到X减6 这题就做到OK了 再来第八题呢 因为四分之一跟二分之一 其实你不需要乘以8 你乘以4就够了嘛 对不对 2跟4的LCM是4啊 因为4跟2其实也越到完的 Anyway 如果你是乘以8 左右两边乘以8 也是可以的 8越掉剩下4 得到4X 8跟4越掉剩下2X 8乘进去得到8X减72 所以正宏呢 忘记把这个8乘进去X这一项 其实每一个都要 每一项都要乘的 然后呢 4X减2X得到2X 所以你要把2X去掉 左边减2X 右边减2X 8X减2X得到6X 左右两边再加72 然后呢 左右两边再除以6 你就会得到72除以6 对不对 616622 所以X等于12 所以最后一步没有做到了啊 所以大概是这样子 18题 X4等于12 再来这里呢 父母有3跟2 我们就乘以6了 6跟2越掉剩下3 3、5、15 所以是15M 6乘进去得到60 6乘进去越减得到52 得1010M 然后呢 他在左右两边加10M 这个10M就去掉 15M加10M得到25M 左右两边再除以25 60除以25 越减5得到5分之12 所以M是等于5分之12 很好 再来第10题呢 他的分母都是4 对而左右两边乘以4 4乘进去越掉得到-3X 6、4、24 4乘进去越掉剩下X 4、2得8 左右两边加24 这个去掉 24加8等于32 左右两边再减X 这个去掉 得到-4X 诶 没有了吗 不是吗 好 这不错了 这个没有了 所以接下去呢 应该左右两边除以-4 就会得到32除以-4 得到-8 4、8、32 所以这一步下去就错了 好 第10题 答案应该是-8 应该在这边去掉了 你这边你就没有去掉了 应该是除去吧 第11题 分母有4跟2 我们乘4就够了 对吧 左边乘4 右边乘4 乘进去4跟4 越掉得到X 4、6、4、24 16乘4得到64 刚才正红好像是越掉 16跟4越掉剩下4 它是乘法 这样注意 16乘4得到64 然后4乘进去 越掉剩2 5、2得10 4、2得8 所以我不鼓励大家这样子越 因为你越了时候你乘2 看到吗 好像不知道为什么 应该是 变成什么 所以你不要越 最好不要越 因为你越了你会乱 对不对 它其实不是越的 它是乘了进来才越 你的这个4还是保留乘4进去 像这里也是要4乘进去 而不是越了乘2 有些同学就会把2乘进去 这个2 它是4乘进去 越掉2 5、2得10 4再乘进去 4、2得8 OK 然后呢 两边减64 减64 这个去掉 10减64得到负54 正红就写负74 除非你是负10减64 所以这个正负我不要再讲了了 OK 10正的10减64 是大的减小的64减10得到54 符号跟大的 所以是一个正一个负 你要负减嘛 所以是负54 再来左右两边再加8x 这个是我提供给它吧 不然它又忘记不懂这样做了 8x加x到9x 等于负54 左右两边除以9 54除以9得到负6 所以x又等于负6 终于对了 OK 再来看第12题 2、3得6 6跟4lcm应该是12 所以左右两边乘以12 12乘进去 剩6m 12乘进去 剩4、4m 16乘进去 4就剩3m 所以6m 所以6m 减4m 得到2m 2m 减3m 得到负m 左右两边再除以负1 你就会得到m 4等于负12 很好 这题相当简单 大概是这样 这一题你可以用交叉层的思路 五层进去 得到5x 4乘过来 4x 减8 或者你可以讲说 5是20 我左右两边乘以20 20跟4越掉 得到5x 20跟5越掉 得到4 你不需要这样子分开来乘 因为你的这个5是两边都有5 所以你直接越掉4 你乘4进去就可以了 4x减8 就会快一点 左右两边减4x 这个去掉 5x减4x到x 所以x等于书8 然后正确 给对 然后呢 这里正宏呢 就做两边乘以 乘以20了 所以20跟4越掉得到5 5乘进去 520 535 20跟5越掉得到4 432 422得8 左右两边加15 这个去掉 15加15减8得到7 左右两边减12m这个去掉 10减12m得到-2m 左右两边再除以-2 7除以-2呢 就会得到-3.5 你写-3.5可以 你写-2分之7也可以 你写-3就2分之1其实也行 所以三个写法都接受了 第15题 你可以用交叉层 或者你两边乘以21 21跟3越掉得到7 7乘进去 724x 7-3 21 21跟7越掉得到3 3乘进去 3-12 再减3 左右两边减12 减12 减12x 所以这个去掉 14减12x剩下2x 左右两边减21 这个去掉 2x就会等于-24 左右两边再除以2 你会得到x等于-12 正确 第16题 两边乘以15 15跟5越掉剩下3 3乘进去 3-3得9 对吧 所以这里错了 9x 3-1得3 这一个越掉得5 5-20 5-20 正确来讲 应该是9 所以两边减3 可以 得到9x 如果这是9x-10 减10x 这一个直接是得到-x了 -x等于7 x就会是等于-7 OK 所以就错在这边了 因为这个位置错了 再来看第17题 这一边我就没有改了 正宏自己做完了 来看一下 两边乘以6 很好 6跟2越掉得到3 3乘进去 3a加3 对 6跟3越掉 剩下2 2乘进去 2a-2 也对 6乘以得到6 3a加2a得到5a 3-2得到1 然后呢 然后呢 他就左边减1 右边减1 对 剩下5a 6-1得到5 左右两边除以5 a就会是等于1 非常好 终于对了 这整题是他自己做的啦 好啦 第18题 要去掉这个4 3项都乘以4 6-4 24 4越掉剩下这个负3 负3 乘上n减1 4越掉剩下2n 然后负3乘进去 就会得到负3n 加3 很好 这个你这样子做 就会注意到 是乘以负3进去 再来左右两边减2n 24加3就会得到27 左边得到负5n 右边得到0 再减27 减27 就会得到负5n 等于负27n 左右两边除以负5 负负得正 5分之27 就是你的答案了 m是等于5分之27 虽然很流浪 但是正确的 非常好 OK 4 4 3 12 所以我们左右两 每一项乘以12 12跟3越掉剩下4 4乘进去 4至16 4 1 4 5 6 4 2得8 所以这边应该是 负8x来的 so at least写了什么呢 你看啊 他写10 24 代表什么 你是乘了12跟2 因为你这个3 是两边都有的 看到吗 所以你的3跟12 是可以直接越掉 刚才我讲的那个什么 不应该越掉的那种 又不一样 因为他的 他的分母3 可能只是在前面 没有在后面 这个不是 这个是两边都有 所以你越了再沉 所以你要搞清楚 那个数据 这个是可以越了再沉 刚才那个呢 就不能 应该要沉了再越 OK 你要看他的那个分母 是不是两边都有 还是只有一边 这个我要挑剔一下呢 这个 x前面系数 如果是1 我们不写 你直接写4分之 x减2就好了 乘以12的时候 这个就可以越了再沉 所以你沉3进去 3x减326 OK 然后呢 -8x加3x得到-5x 56减6得到50 左右两边减50 你就会得到-5x 等于-50 左右两边除以-5呢 你就会得到x等于10 正确 大概是这样 再来 5 4 20 我们每一项乘以20 20跟5 越掉剩下4 所以是4乘2x减1 20跟4越掉剩下5 所以是5乘上3x减1 20乘上3得到60 过后呢 我们试成进去 428x 414减4 5315x减5 8x加14x 8x 你错了什么 OK 错到哪里 他是用8减4得到4 15减5得到10 初级错误 注意哈 这个是有苹果的x 这个是有x的 这个是没有x的 这个没有x的 正确来讲 应该是8x加15x 得到23x -4减5得到-9 所以呢 过后-9呢 你可以讲说 左边加9 右边加9 23x等于69 再除以23 69除以23 你就会得到3 所以这一步开始就错了 还是会做这些错误出来哈 正宏要注意哈 哪一个步骤是错的 alright 再来看这一个呢 呃 语童呢 是2成进去 2y减4 过后呢 428 83 24 他的 呃 没有啊 因为4跟2的LCM 是4 432 所以他乘12就够了 乘12乘12 12跟4月掉 剩下3 所以是3y 12跟2月掉 剩下6 所以是6y 加638 12跟3月掉 剩下4 4乘进去呢 128 4是16 但是要注意 这个负要乘进去的 所以变成加10 所以应该是错在这个位置了 5乘12得到60 过后呢 3y加6y 得到9y 9y减8y 得到y 这个呢 应该是 16加 18加16 得到34 左边减34 右边减34 60减34 得到26 所以呃这个区调 花一点 26 有有有去修改的 所以这个26是正确的 来最后一提啦 5 5是20 20乘3等于60 这个完全没有供应数 所以你的LCM就是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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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乘60 60跟3月掉是20 所以20乘进去 20X加20 60跟4月减得到15 15X减 加上15乘3等于40 那这个月掉的话 就得到12 只是注意哈 这个也是同学们经常会错的 因为是-12乘机后面 所以应该是-12乘4 得到-48 啊 这边要注意了 啊 这个符号也是很多同学会弄错的 然后呢 20X加15X 加-12X 你可以用15先减12得到3 3加20得到23X 然后呢 我是怎样做 我是用45减去48得到-3 20减3得到17 所以这个at least算到27 就是我 有点心酸错误这样啦 OK 然后60乘16呢 5一个06636 616789 960正确 所以960减去17得到943 除以23呢得到41啊 所以虽然那个注入好像很大 但是它设计好了是整除的啊 所以X等于41 正确很非常好 如果你做减27就觉得好像整除不了 所以你看啊 你做到那个数据很丑啊 有80%我不敢讲100% 有时候老师也特地设计那个答案很丑 来陷害大家一下 不过很多时候呢 如果树枝很丑 很大可能性是你错错了 所以你再检查多几遍 在这啊 OK 大概是这样子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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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